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因為最近有很多機器在玩 很久都沒有更新的Steam Deck 其實之前跟大家分享過安裝的Duelboot Windows 用Steam OS,又有Belizera 後來有很多朋友問我,每次都要選擇boot系統有點麻煩 可不可以解決什麼呢? 覺得很簡單,所以就立刻找到之後就分享了 這個就是Clover Dualboot 令你一開機就可以選擇哪個系統去boot 你也可以設定,如果什麼都不按的時候可以boot進去哪個系統 還有還可以轉Theme 對了,現在開始吧 好,首先在你的Steam Deck 上,要回到Desktop 可以選擇的 Steam App Power 接著,Desktop Mode 接著進來,我們去System 這裡 接著開這個Console 對了,如果大家是未輸入過密碼的話 現在要先設置密碼 對,接著首先輸入PASSWD 如果你已經設置過Password 就不用做一次了 那就輸入你的Password 再輸入一次 OK,這個Password 搞定了 接著還要設置Sudo Password 對,而Sudo Password 是有什麼不同呢 譬如你在Linux 裡面要些 Admin 才能做到的事情 就需要輸入這個密碼 對,所以我們就打這個Sudo 打一打 PASSWD 這裡就再打一次 剛才設置密碼 對,是蠻麻煩的 接著現在就是Sudo 那個新密碼 這樣就可以開始了 對,這樣就可以開始了 好了,首先在Steam Deck 我們去Google那裏 開一個browser 接著就輸入Steam Deck Proffer Dual Boot 這個 第一個應該是Gethup 這個 我們先進去 接著我們 其實下面有解釋 如何使用 如何下載 有什麼Sample等等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看看 要不然就繼續做都沒問題 這裡有個Code的 按一按 接著我們需要HTTPS這個Link Copy 旁邊有這個Icon 按一按 對,接著回到Console 接著輸入這個Command Clone 接著選一格 接著 paste剛才的Link 剛剛Copy了 右鍵 接著Paste 接著Enter 那它應該會下載整個安裝檔 接著我們按 cd 打回steam deck hyphen clover hyphen dual 述put 對 接著 slash Enter OK,那我入了現在下載 回來那個 FullDar裡面 接著我們再輸入這個 Command 去install 對,接著再輸入這個Command 去install 對,這個時候就Enter你剛才輸入那個sudo password 這樣 那它會彈出這樣的Command 這個時候就是,譬如一開啟機的時候 你想它首先boot入哪個系統 即是有些朋友就可能想boot入Windows 有些就可能SteamOS 先 那我就今次選擇,如果我不選任何東西的時候 15秒之後就會boot入SteamOS 那我選這個 對 對 OK 好了,那就是這麼簡單 應該現在reboot這部機器就ok了 我現在就試一下先 入去BetaSera 那我現在有BetaSera和SteamOS 那我就沒有Windows在這裡 因為已經橙了 那今次就不用再按那些 MacOS的減鍵那些 那些了 直接開機就可以了 那我現在試一下入去BetaSera 那如果你有Windows 那如果你有Windows 也有Windows的話 它就會有三個Icon 的了 那我現在就直接進去BetaSera 那我現在就直接進去BetaSera 那我現在就開始 開啟 開啟 然後再開啟 然後再開啟 好了,至於有些Theme 如果大家不喜歡的話 要怎樣刪除 它本身呢 Standard 裏面有Random的Theme 我們已經下載了 那大家如果有什麼不喜歡的話 想刪除的 在哪裡找回呢 就在Folder這裡 在這裡 我們拉下一點 有一個叫ESP的 Folder 那在這裡它說開不到的 我們按右鍵 再Open as Root 對啦 跟著輸入你的Password OK 跟著呢 在這個EFI裡面 的Clover 跟著裡面有Theme 它本身呢 一安裝的時候 已經有這些了 除了Random的Folder 不太刪除之外 其他這些Theme 都可以刪除的 因為它其實 有一個script在裡面 就 每次開啟 就用這些不同的Theme 那是有什麼不喜歡的話 大家可以刪除它 譬如我不喜歡這個 那我刪除它就可以了 對啦 基本上就是這樣 這些應該解決到大部分 之前問過 關於Board 系統的問題 對啦 希望幫到大家 那如果還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 請大家不給個like 還沒按訂閱的 按訂閱 再按下鈴鐺 那我新片就會歡迎大家 如果想請先上一杯咖啡的話 歡迎透過支付寶 或者PayPal 或者直接加入我Patreon 會員頻道都可以 詳細資料 下面Description裡面有 好,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